他跳过科目山哦 我们来听一听 你是跳科目山的小伙子吧 我在短视频看到过你 还要继续跳吗 真的非常的兴奋 能看到外长也认识我 我真的是这辈子值了 他是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 这个大陆外交部的一个记者会 我还看到有华春莹在现场什么 然后结果他后来就站上台 很大方的就跳了这个科目山哦 那昨天这样子的一个小插曲 引发了这个中外媒体的这个报道 连今日头条 光是他就是被王毅认出来的这个记者 他说他这个方姓取名取字母校 其实昨天就很多了 他就说这辈子值了 也有这个热门词条 都到了这个微博上头哦 那所以我们看看 这样子的一个 等于说一个小插曲啊 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是说 啊王毅这么忙还有时间看抖音啊 还有时间看这个短影音哦 那事实上其实你看看 从中国大陆带起了这一波的短影音风潮 也一路就是红到了世界各地 那所以美国现在不断在找TikTok的麻烦 他们现在最新的要求美国众院的这个委员会 一致通过要求字节跳动的要在半年之内 卖掉TikTok也就是说你不可以再当他的这个母公司 你不可以再跟TikTok有关联 他们就觉得说这个字节跳动哦 你们好像是不是在背后一直在索取大家的一些 个资啊然后企图有这种什么国安疑虑啊 又开始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文章哦 那但是也挡不住现在全世界的一个短影音的风潮 你看就连这个王毅都有在看短影音啊 发现了这一个跳科目山的小伙子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呃战完了美国之后 王毅对于这个欧洲哦 他有大谈斡旋外交的成功之道 因为媒体有问到说这个斡旋外交嘛 他说其实就是四个坚持 坚持不干涉内政政治解决 还有客观公正标本监制哦 你不能动辄就是用武力啊 更不能迷信用这个施压制裁 像是这种以哈战啊 乌俄战啊 俄乌战啊 都没有新的斡旋说法 以及具体的内容 他是并没有特别的提出 但是前面这两句话 感觉上面就是冲着美国嘛 美国不断的就是用这些方式 在国际上面 他的餐桌 这个餐桌论不就是如此吗 那王毅还另外宣布了 将对于瑞士爱尔兰等六个国家 进行免签的一些政策 那他说啊 其实对欧盟 宇宙欣常讲的话 他说欧盟的文件 给大陆贴上三种标签 有的是伙伴 有的是竞争者 有的是制度性的对手 但是呢其实就好比你一台车 开到十字路口哦 一下子红灯黄灯绿灯 这三种灯号同时亮 就像是这三个标签哦 同时亮起 请问这个车要怎么开啊 他是提醒欧洲 就是中欧式互利合作 搞阵营对抗就搞不起来啊 只要中欧开放共赢 就可以逆全球化 那这样子就是反正 大家都可以在这个经济上面 一起有一个共赢的趋势 另外我们看到拜登 因为现在国情之文 我们前两天提到了 因为他现在没什么 可以拿出来讲的哦 俄乌战好像缺乏这个 就是反攻也不利 好像也没有什么新的话题 又没有办法给他们新的补助 结果就在这个时间点传出来 莫斯科48小时之内 恐怕要遇到这个 就是要被袭击哦 那这是来自谁的消息呢 是美国驻俄罗斯的大使馆 发布安全警告 所以还讲说 公民要避免参加大型活动 人家讲说 这时间点就是这么的巧 就是在他要发表 国情资文的时候 是不是要特别特意 让这个情势紧张一下 让他这个国情资文里面 比较有多一点的发挥空间 那我们看看连这个 美国哦 他们就说 他们制裁的 俄罗斯的商船公司哦 最近他们游轮竟然跑到了 中国大陆的北方苍州 黄华港哦 还卸载了俄罗斯的石油 这批货原本是要给印度 怎么就跑到了中国大陆那边去 又要开始在讲说 中俄好像是不是靠得太近了 因此呢 你看到这个拜登的国情资文 他就是先谈乌克兰危机 还讲说 我绝对不会低头的 绝对不会像普京来屈服 感觉上面好像就是制造了外部的冲突 来降低他现在的国内压力 甚至是他这个连任上面 更有话可以 这次王毅记者会 他一共回答了21个问题 刚刚讲 那大部分都是给这些 友邦跟第三世界国家的 给欧美的记者才两个 当然这中间还有很多 中国大陆的这个国内的记者 央视人民网这些都有 那不过这次日本方面 他们蛮有失落感的 那HK他就做出一个报道 他说以前这种记者会 一定会谈到中日关系 今年居然没有 没有任何中日关系的问题 这个21个问题谈得非常广泛 连这个朝鲜半岛都谈到了 那俄乌战争啊 中美啊 中欧啊 中俄啊 各种关系都提到了 一带一路啊 对不对 都提到 结果就是没有提 连朝鲜半岛都提了 就是没提中日关系 所以NHK还蛮酸的 他说这种现象 在过去历次的这种记者会 实属罕见 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出来 对中国大陆现在的 国际关系的重点 从外长的这个讲话 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我们过去就提出来 就是上次就说 总理的记者会取消 其实啊 这里面就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说 你要点哪一些国家出来问问题 这个就已经有你的着重点了啦 所以这一次你可以看出来 事实上的话 21个问题 欧美国家记者只有两个 其他都有什么 友邦 第三世界的代表性国家 像这个被点名的这个跳 这个科目山的 他就实在是阿拉伯国家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说 中国大陆的外交重点 同他这次记者会 那么答复哪些国家的问题 那哪些国家的问题 连碰都没碰 就知道中国大陆的外交 这个重点可以看得出来了 那就是说 其实就是说 现在中欧关系来讲的话 事实上的话 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讲 还是非常重视的 因为在这一次 这个王毅记者会就直接宣布了 六个国家免刑啊 也就是说啊 免签 那最近中国大陆一系列的 这个开放免签的 很多都是都是欧洲国家 那可见对欧洲国家 还是比较重视的 那对于这个中国家 这个中欧关系 王毅用的是红绿灯 那中间可见还有一些绿灯 那中美关系 他就连这个比喻都没有了 也就是事实上 不提这绿灯了 提起来都是什么 看起来都是红灯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整个全球战略的话 事实上如果我们看这个世界 如果有四个级的话 一个级的是美国 一个级是欧洲 一个级是俄罗斯 一个级是什么 一个级是中国的话 事实上中国大陆已经两个半了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是一个级 两个级站在一起 那欧洲的话是一半 所以是2.5比1.5了 对欧洲来讲的话 也不是完全跟美国走得很近 所以就变成2.5比1.5 所以整个来看的话 事实上如果说 国际关系可以用 简单数学来分的话 那谁占上风 谁占劣势也蛮清楚的 这些工程略定 还不止如此 这一次的两会竟然还有飞天车 这个话题都出现了 大家看到了 小鹏汽车 何小鹏 他现在力推汽车应用 在这次的两会 他就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 我们来听听 科技的潮流 历史潮流都不会往回退 我认为科技绝对会越来越强 AI会越来越强 相信飞行汽车会走向前前往后 但是绝大部分人 没有自己自由地飞向过 我们造的飞行汽车 最开始呢 大部分人有能力 很轻松地自己来飞 这个时候变成一个个人的飞机 它可以飞300公里到500公里 都不能追到 而且又很便宜 使用成本和购买成本都很便宜 那么这个时候 就会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对 所以真的是内卷得很严重 前一阵子我们看到 U8在水上开 现在小鹏在天上飞 所以中国大陆的这个汽车 真的不可同日而语 他说预计 我们直接来看画面 这小鹏飞天车 预计自动驾驶在2025年 会迎来一个转折点 和小鹏有讲说 科技会越来越好 AI也会越来越强 未来每个人都可以拥有 自己的私人飞机 也就是飞天车 所以他在这一次的两会提出来 也是让这个世界各国感觉更震撼 因为比亚迪已经把这个世界各国的汽车厂 杀得就片甲不留了 那现在连小鹏飞天车 恐怕又是一个新的技术大要进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比亚迪的王传福就讲说 中国的技术现在已经是走到了全球最前面 但是有些人就是不肯承认 我们来听听 我们中国在应用技术 在市场规模 都走到全球的最前面 中国还会抢美国人的市场 抢外国人的市场 我们还是有一些人在说 我们仍然有巨大的差距 在电动车技术上 我不知道这些人有没有长老 明明是事实 所以美国真的是现在超怕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他们的能源部长就讲说 不愿意看到中国大陆在光电的影响力 在电动车市场重演 但现在显然感觉已经是 一步一步又步上了 这个光电领域的这个事件了 因为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已经在全球崛起 美国很担心啊 他们就一直不断在提说 国家安全风险 美国官员把汽车比做了 装上轮子的智慧型手机 来自对手国家这样子的牵制 所以让他们觉得 这个盲刺在背 那我们看看 这个美国的参议员也呼吁 要调高中国大陆的电动车进口关税 用关税来阻挡这个 大陆的电动车进入到美国的市场 那其实呢 这个美国现在的中国恐慌症 真的是蛮严重的 他们现在又开始在讲说 龙门调 华尔街日报说到了 这个有文件显示出来 这个龙门调里头 有一个叫做调变解调器 它是可以远端来存储什么资讯啊 一个通讯设备 所以他们觉得说 哦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振华重工的制造的 龙门调可能会来 进行一些间谍的活动 因为现在美国有80%的港口 都有用到这样子的一个 龙门调 那我们看看这个刘鹏宇 他讲说其实这个其实有一点偏执了 滥用国家权力来阻挠正常的经贸合作 还不止如此 美国也在指控说 中国大陆有一些工程师 窃取Google AI的技术 现在把它给逮捕了 就连减肥药 美国也在围堵中国大陆 就说哦这个可能呢 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生物技术上面啊 那是不是卷入到他们现在围堵的 这个生物界的一些这种围堵圈 所以现在考虑也要来管制大陆的供应 现在大家对那个王传福 名字越听越熟 可能对他的生平还不太了解 就是说其实王传福是比亚迪的创办人 这个企业成长非常快 那这跟王传福绝对有关系 那他讲话也都很有底气 那一般人说他是什么一个背景 其实他是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 他13岁的时候他爸爸激劳成疾 这都是农民 那么没有钱一字就过世了 那两年以后他妈妈在做 在田里工作的时候呢 突然晕倒 还没送到医院也过世了 所以他接着就靠他大哥抚养 他大哥去外面打工 然后他的念书就让他念了大学 这个中南工业大学是在这个湖南很有名的大学 完了以后他哥哥嫂嫂叫他继续念书 进到中国的这个有色金属研究院去念硕士 他读什么呢 他就是读电池的 所以他出来就焚发到这个中国大陆有名的电池工厂 后来他看到机会就出来创业 创业也是毕路难旅 前两年他还说他刚刚这个 等于说跑完三点半的日子 这个做电动车 你像最近这个蔚来 一年赔了多少钱 两百亿人民币 一年赔两百亿 所以他这个比亚迪是什么 是从他是专业 然后从基层这样从电池转到汽车 所以他非常扎实 所以他今天就是说 他对中国的应用科技来讲的话 他真的是第一线 所以他讲这句话我相信 重要的 澳洲觉得说可以免去高油价之苦 他们没有对于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设置这样的贸易壁垒 在印度这里 比亚迪也推出了第三款的电动汽车 而且起售价是五万美元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 哇这非常优惠的价格 所以也带动了在这边的汽车领域市场 开始有他的这个电动车的市占率 也开始不断的在往上提升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到美国的空军部长 他提到了 他说现在给美国的时间不多了 美国的这个空军 空天军的重大改革 应该要因应中国大陆的解放军 在西太平洋的战争威胁 他说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因为现在解放军进步的速度非常的快 我们要赶快改革空军 否则恐怕很难面对到 这个最具挑战性的威胁了 那的确这两天大家在讲的都是中国大陆的第四艘航母 现在已经有消息说已经快了 而且这次的命名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们来听听看 就第四艘航母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这个取名字啊 这个取名字是怎么能够取名法呢 现在还没有 现在还没有对吗 对到时候肯定会跟你们公布 如果没下水呢 他就不能对外公布 一旦下水 现在晚上炒的最日子就是这个 一旦下水了 那我们会用什么准则呢 他用什么准则来命名 这个航母的准则 航母的就是以省来命名嘛 对以省份来命名 所以大家有很多的一些猜想说 这一回到底会用哪一个省份来命名 作为他这个第四艘航母的名称呢 金融时报还提到了说 这一次在两会里头啊 有看中国大陆的军事的 这个军备的开销 他说事实上呢 其实总军费开支 应该比起官方的预算 大概还要再高出 30%到35% 也就是说对外讲出来那个7.5%的占比 应该不止如此 那的确中国大陆也是全面的正在备战当中 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 这个解放军去参与两会的人数 也是创下了一个新高的记录 那这两天我们节目上特别点出来 李强他在这个昨天的报告当中 讲到了 他用统一取代掉了和平统一 也引发了这个中外的媒体 甚至外媒特别在解读说 是不是一个动武的讯号 但是呢 昨天这个习近平又重申 谈到了两岸 他说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他把和平放了回来 也让外界好像比较松了一口气 他甚至讲说要团结台湾内外的爱国力量 也就是说他要明确的来区分说 台湾哪些是台独分子 哪些非台独分子 而不是一昧的就是可能被外界解读说 是不是要动武 用武力统一 那今天王毅的附和也是表达了 要支持和平统一 他说迟早会看到遵守一中原则的全家府照片 他可能也是想说用比较温馨的方式 就是两岸如果是和平的 这样子有一张全家府的照片 可以看到这个国际社会更加支持这样的一中原则下的全家府 会有这一天吗 我们来问问介老师 介老师怎么看这个现在目前王毅对美国的这一番喊话 我想王毅当然他讲的话是意证言辞 也是中国跟美国关系的一个现实的写照 那事实上美国是用的时候是激烈的竞争 可是这个竞争有的时候就是说你要竞争的话 比如说我们打球的话 打篮球篮球规则 对不对 还有裁判 对不对 足球也有 但是我看美国今天跟中国大陆的竞争 基本上是用到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的理论 是所谓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竞争 所以无政府状态下竞争也就是说既有的国际规则 是完全免事 比如说贸易方面的制裁 我觉得现在 因为我以前曾经在日内华WTO服务过 那边很多朋友现在说 全世界大概现在挫折感最重的一个政府兼国际组织 就是WTO 因为他发掘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贸易国 当然就是说最大的贸易体 美国已经把国际贸易法的基本原则 踩在脚底下 然后还吐弹 然后你是全世界束手无策 然后美国的手法是非常严厉的 他让你这个 所谓的这个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述法院 他让你瘫痪 我就不同 因为WTO是共事决 我就是不同意让你这个法官的任命 所以他把你这个WTO都给你瘫痪掉 另外一方面 所有的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制裁 基本上都违反WTO的基本规则跟原则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王毅他的用语 已经算是怎么讲的 我们中国人讲话已经算蛮重的 可是你又发觉他句句都是实话 反应都是现实 我们看到的 他们讲的每一句话 我们脑袋都突出了很多具体的图像 我觉得就是说指出对方的这种动机跟作为是一回事 还有就是说你有什么方法对策 对要对策 还有对他未来的预期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对未来预期 我从来就认为像美国是用 现在是用所谓丛林法则跟中国大陆进行竞争 基本上才刚开始 因为事实上美国在过去对付他的对手的时候 不管是英国或者是 或者是日本 或者说贸易上对他有这种 或者在这种各方面都有威胁 都是有这种手段 除非把你打垮 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 未来美中关系是 主导权不是在中国大陆 而是在美国 因为美国会不断地出权 而且出重权 中国大陆是站在一个手的方式 怎么样扭转 基本上一个攻一个手 这个局势就看大智慧了 可是我们就是说 我们来看这个局势 因为这场两个巨人之间的斗争 一方斗志芳心为爱 一方说我们何必要打呢 可是另外一方面 美国方面是不会听的 美国还会继续出手 所以我们对国际情势的判断 要从这个观点来看 会比较接近现实 应该就是年底会上演 这个川败对决 确定要重演了 那我们看到 这个胜负已经出锣 声势最强的 当然就是没有悬念 就是川普横扫大胜 那唯一的对手海力 现在翻盘无望 所以宣布退出了初选 面对到现在这个川败的对决 大势大概已经底定了啦 所以现在金融市场也在预作准备喔 而且川普现在信心很足喔 他直接对拜登下站铁 就说我要求辩论随时随地随便哪里啊 就看到这两位又要开始 没有意外的又要再进行一番对决了 川普是用发文的方式喔 说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 所以拜登你必须 就是就这个美国还有美国人重要的议题啊 来跟我进行辩论 所以随时等着你来那种感觉啊 定勾机已经跟他下站铁了 但是拜登会愿意吗 我们看一下现在拜登恐怕最关键的是说 他的国情资文将攸关他的成败 那他也在X上面写道 你们雇佣我是为了完成工作 建立一个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经济 让你们的家庭生活更美好 明天我会向你们汇报这个进展的情况 并且规划前进的道路 但是他的国情资文啊 有一点碰壁在于哪里呢 他原本是邀请就是乌克兰的第一夫人 跟纳瓦尼的遗孀来出席这个国情资文喔 结果他们通通都拒绝了 那泽伦斯卡他拒绝的原因就是说 希望也希望能够拉拢川普啊 跟共和党的支持 所以他没有办法明确的站在拜登这边 他也怕拜登选不过川普喔 所以好像感觉对川普比较有信心一点嘛 所以现在不赶快先押宝 那现在就算经济好转 拜登的民调好像也不升反降 随着同棚的回落 可是他的这个支持度 仍旧是一直这个统计出来 都是输川普五个百分点 那川普现在也是首次的明确表态 他说呢支持以色列攻打加萨 所以这个事情看起来还是蛮棘手的 不论是拜登或是川普 好像都在这个以巴战争里头 在比谁的态度更加强硬 更挺以色列喔 那再来看一下西方世界 也不再对美国好像文明是从 特别是欧洲啊 从马克宏开始发出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他说现在欧洲面临到历史性的时刻 不能再当诺佛 我们来听听 好就连秀亚利的总理 奥班他也讲说西方的霸权已经结束了 新世界的秩序正在形成当中 那其实我们从两个现象来看喔 因为俄军也非常罕见的 这个反炮兵胜利 这个美元的海马士 在乌东这边首见 这个被摧毁的这样的一个清楚的影像喔 还有乌克兰的第二辆M1 A1的战车 也被俄罗斯给摧毁 所以感觉是不是反映出来 美军视为的一些讯号呢 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 介老师怎么看这个超级星期二 抵定了川败的对决 对这个超级星期二 本来就预期这个川普一定 跟拜登两个都会 就是最后决定 大概就这两党的这个候选人 川普啊 这个在上个礼 这个就前几天 他举行了一个记者会 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宣判 说这个科罗拉多把他要把他从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初选的这个名单上除名 这个是违宪的 所以川普事实上立刻就举了一天的记者会 那他就话都直讲 他说第一个美国的总统一定要有这个什么 豁免权 要不然他所有的政策都会被他的反对者 内外的反对者将来跟他进行清算 总统就没办法干了 那第二个他的指名说 Hillary有一个律师 最后律师不干了 跑去做检察官 然后呢就在纽约州 就针对川普进行个人保护 然后呢是 最后幕后是民主党的Hillary Clinton 然后再讲说其他的有关他又被事件刑案起诉 都是什么 白宫在这个拜登的这个运作之下 经由司法部还有所谓的Trump Hater 讨厌仇恨川普的这些司法界的法官 所故意提起的 所以他说这个叫什么 他说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你如果说要除掉一个你的政敌的话 你用选票去除掉他 他说可是现在这个Sleepy Joe 居然用什么司法 他把美国的司法武器化 来斗争一个政治的政敌 他说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 然后呢 现在已经表面化了 跟这个拜登 指名道姓的叫马 然后也把这个Hillary Clinton 一起拉进来 这是川普这边越战越勇 可是拜登蛮麻烦的 因为拜登这个民主党阵营 已经不止一次了 内部的很重要的提出一些论述 就是说怎么样让这个拜登退选 那前两天在这个美国那个政治 是Political这个杂志里面 那有一个资深的媒体人写了一篇文 他说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因为他现在拜登比较麻烦 他已经参选了 他已经这个程序已经走一半了 你这时候换人 那你怎么会追认前面各几个州的这个初选的结果 最好的结果就是在美国今年9月 大概9月 现在还应该去 民主党代表大会 确认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人选的时候 拜登散让 姚舜宇他散让 自己宣布说退选了 然后当场执任一个接班人 然后在那个场合又正好运用所有的党代表的 最高的权力机构当场认可 就让拜登先生下台 所以拜登现在面临是这个处境 川普是这个处境 你就知道这场胜负 从现在起来 闻起来都已经很清楚了 那也释放出来对台更加强硬的讯号 我们看今天这个新闻标题讲说 难道是要动武了吗 因为大陆的人大报告删掉了 和平统一这几个字 而且今年的军费也是支出增加了7% 这个报告当中删除了 去年有和平统一这样的措辞 只有保留这个推进祖国统一事业 而且强调说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的活动 还有外部的干涉 所以外媒现在就热议 这个大陆政府工作报告的对台三个变化 第一个就是删掉和平统一 只提统一 第二个是没有交流合作 只谈融合发展 再来就是坚定反独促统 现在改为坚决反对台独分裂 以及外来的干涉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法新社就指出说 其实虽然北京不使用和平统一并不新鲜 但是这个修辞的变化 常被视为是对台采取更强硬立场的一个讯号 值得关注 再加上反对外来干涉 这是一个新的表述 也像是一个对美国日本等国放话的一个讯号 再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德国媒体提到了 这个德国之音 他讲说删掉了和平统一 他有用王沪宁的话来做解读 他说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 当时王沪宁的工作报告围绕在加强两岸的产业合作 然后助推两岸的融合发展 但是在2024的工作计划当中 只字未提台湾或两岸的内容 这也算是一个讯号 我不再提到你了 你已经不再是我的重点了 那还有就是路透社讲说 中国不再提及台湾的和平统一 措施的变化要密切关注 因为这很可能是对于台湾采取更强硬立场的迹象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已经取代交流合作了 怎么样的融合会是接下来我们可能会看到的呢 在3月10号这个两会结束之后 大家想说恐怕是不是重头戏才要登场啊 那这一次中国大陆的国防增加了7.2%的预算 李强提到了 他说这个其实是要推进军事斗争的准备哦 因为他们现在要全面的加强练兵备战 统筹推进这个军事斗争来捍卫国家的主权 甚至呢在这一次的两会 还有很多媒体跑去问说 这个大陆的海军政委袁华智 就说这个第四艘航母什么时候会见得到 他说很快会公布哦 他说中国建航母不是为了跟美国比 而是为了保护国家的主权跟领土的完整 然后也来保护国家的权益 第四艘航母的出现 也让大家就在直接的联想到说 是不是跟这个前面提到的统一这件事情有关系呢 那网络上面在微博热搜 已经冲到了前两名哦 第二名今日头条的这个热榜也是在第一名 就是说第四艘航母很快要公布 那会是叫什么样的名字 在这个微博上头很多人就开始在揣测啊 会是江苏号上海号浙江号广东号南海号还是台湾号呢 就已经开始有非常多的这个呃 大家开始有一些联想就说 哎这个第四艘航母会不会有可能会是台湾号这一个名称 以及现在这个中美的关系 大家聚焦是谁会接任下一任的中国的外长 中国大陆的外长呃 现在目前是由王毅来担任哦 但是很多外媒在揣测哎会不会是刘建超来采取一个新的魅力公式呢 因为他是这个毕业于这个牛津大学国际关系的一些这个专业的中国官员 现在引发了人们注意哦 他很可能会成为这个中国大陆的外长 那老派的这个外交官的回归有这样子的一个形容哦 因为他是1964年出生在吉林 那后来去到了英国牛津大学来学习这个国际关系 最主要就是他以这个幽默的即兴评论而出名哦 但是他也同时捍卫了中国大陆的利益 立场方面也毫不含糊 那人家讲说可能接下来中国大陆不会再用战狼外交 而是会展开魅力外交 所以刘建超可能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人选 那但是会在这次的两会公布吗 又有很多的外媒讲说好像没有看到相关的议程排定进去 有这样子的发布哦 但是如果说他是呼声很高的话 也可以看看他在这个二月底的时候 他有会见美国的一些商会的代表 所以也反映出来中美现在竞争关系哦 是格外的重要 所以感觉上面已经先有所动作了嘛 好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 这一次的对台三变化外媒都在聚焦 我觉得大陆应该就是说 整个对于台湾的未来的这个 应该是忧心比较大 那尤其是主张台独的赖清德当选总统以后 那大陆不可能还照以前的方法维系两岸的关系 一定会做改变 那我觉得实质的改变恐怕会比他这个 这几个用语来的更大 幅度更大 那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就变成 就是说前两天赵春生老师讲说 他认为就是说 硬的会更硬 软的不会更软 也就是软的大概就是这样软了 不会再软下去 硬的可能就更硬 其实这次这个两会中间有关台湾问题的用语 算是已经用得很少了 主要我觉得大陆不想把这次的会议的焦点施焦 这个会议因为他有很多这些重要的工作要处理 如果把台湾问题提到太高的位阶的话 反而会把这个外界关注 甚至他这个开会的这些很多部分的焦点就被转移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 当然他的本来的用语就会比较节省 惊险一点 不过我觉得不管是有没有和平统一 或者说 就是说反对外来干涉 那反对外来干涉 这个是大陆已经在两岸工作上面讲了非常多的 有没有建筑文字 我觉得并不太重要 不过我觉得最近大陆这个高层对谈问题 我觉得最值得我们关注一次 应该就是说两会之前的台湾台湾 就是说有关台湾问题的工作报告 这个会议台湾工作会议 由王沪宁主持的 他在里面几个用语 我觉得最值得我们关注 他过去是反对台独 他现在用打击台独 那打击台独跟反对跟打击是 一个可以说是静态的 一个是动态的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 最大最大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变化 值得我们关注 那大陆本身的经济的话 就是说在大家 不是大家啦 大部分西方的媒体 日本的媒体 不断地畅衰的情况之下 大陆还是提出5%的 今年的这个经济成长率 我认为应该是 不是一个太夸张的一个估算 因为IMF跟这个World Bank 对大陆的这个今年的经济成长 分别是4.4跟4.5 所以大陆自己评估是差了 多出来0.5左右的这个百分比 不算是很多 那其实大陆还能够定到5% 算是不错 因为国际的这些机构 对今年整年的世界经济 评估就是很差 整个世界经济的 整个整个世界经济成长率 大概才2.2 2.3左右 这是历年来比较低的一个 而且对于美国对于欧盟 对日本韩国 这几个工业大的工业化国家的 这个经济成长率也是平的 比较低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中国大陆能够平到 自己能够定到5% 算是很不简单的了 很不简单了 那可能就还是会达到像IMF他们说 中国大陆的经济 会带动全球经济成长 它发生了30%的效果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今天中国大陆经济好的话 其他很多国家应该要感到高兴 那更不要说台湾了 台湾基本上我们从中国大陆 我们跟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 事实上的话 我们去年的话 照大陆统计 我们从里面赚了1500亿美金 如果大陆经济不好的话 台湾也赚不到那么多钱 所以我觉得大陆定这个5%来 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好消息 台湾的这个META的股价 瞬间暴跌了2% 这样子的一个深夜大当机 马斯克笑翻了 他趁机发文就去算 你跑来我的X发文 告诉大家你们正在修你们的平台 所以他还贴上了这样的一个图 就几只企鹅 这个X是他自己 这代表他自己 还戴个墨镜很帅 然后其他就是 所有的平台都要向他敬礼 就代表说 如果你正在阅读这篇文章 那是因为我们的伺服器正常运作 非常的酸 所以感觉上面 这个尖牙谷科技 美国的龙头科技 科技产业 感觉已经开始在进行大乱斗 网友也做了一些梗图 在嘲笑就是 你看看只有X才能够平稳地度过这些 这个目前这种状况 其他都是在淹没在水里头 这样子的一些梗图 甚至还有网友假扮 就是恶搞版的祖克博 也使用X帐号到这个留言下方说 那是因为我让这些脸书用户来留言的 然后所以引发了大家一阵 这个就是觉得 这两个人真的是很有戏 很爱斗来斗去 之前还要拳击赛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连Google现在都出现问题 竟然有Google的工程师 公开呛公司的专案 说是在帮忙种族灭绝 我们来听一下 我认为Google Cloud Software Engineer 对所以连Google都有爆发这样的事情 来自内部的抗议声浪 让大家引发了注意 除此之外呢 因为现在美国一直不断在 这个晶片上面 在掐这个中国大陆的脖子 那这个超为 他们有降规版的AI 现在也不允许卖到中国大陆 那灰达有望继续 这个抢下更多的市战 所以哪怕美国政府的限制 但是其实你看这两大龙头 灰达跟这个超为 还是对于大陆市场是 这个非常期待的 很想要抢进这样的一个市场 这也反映出来 其实现在美国的混乱 就是来自于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川败大战 结果终于等到了这一个人开口 是谁呢 泰勒斯 因为本来好像 这个拜登阵营 就把泰勒斯当成一个服务 觉得泰勒斯上回 因为他有挺这个拜登 所以让他成功的赢过了川普 这一次在超级星期二的时候 泰勒斯在IG上面发文 就说我想提醒你们 把票投给能够代表你来执掌权力的人 然后如果你还没有投票的计划的话 请制定你今天的投票计划 只是他发文在IG 我们知道IG昨天大当机 不知道是不是 因此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那美国媒体就报道说 这个泰勒斯是拜登今年 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代言人 甚至之前还有讲说 他在社群上面影响力惨输川普 所以这个拜登团队很急 希望泰勒斯能够帮忙 因为他在这个时代巡回演唱会 希望可不可以哪一场 拜登也一起登台 然后这样刷一下存在感 能够吸引到一些泰勒斯的粉丝 也支持拜登 那但是川普也反而求支持 就是之前川普也有对泰勒斯喊话 讲说这个其实是他在他任内 批准音乐相关的法案 让泰勒斯赚得盆满钵满 所以泰勒斯不可能挺那种狡诈的拜登 美国史上最糟糕最腐败的总统 应该是要来支持他 支持川普才对 也是在喊话 希望能够拿到泰勒斯的支持 好 首先我们来问一下 介老师怎么看现在这个中美的科技战 中美大陆现在就是说 他们就是说经济发展 有一个说法要朝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那也就是朝转型的方向发展 那当然就是说一些船产 就有产生了一些就一些依据 认为就是说可能政府的这个 将来的辅助 可能就是说对船产会比较不利一点 所以这次我觉得大陆 这个习近平特别他对这个 所谓的这个传统产业 这个一句他还特别出来讲话 就是说他说 在新值生产力不是放弃传统产业 我想也就是说 迷就是说来这些消弭一下社会 可能对他这个中国大陆政府 经济发展策略的转变的一些误解吧 那就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当然了传统产业他没有放弃 可是他在高科技 尤其最最尖端的这些科技领域 中国大陆是长期大量投入的 那么所以在未来的可能 就是说世界上几个决战 就是说国与国之间或经济体系 这个决战的这几个关键的科技领域 中国大陆事实上 有些是暂时领先的 那么有些跟美国 跟欧洲也是平起平坐的 那比如说在6G 通信的6G方面 中国大陆现在以詹利数来讲 还是站在优先的前面 那么就连5G 还有就是说华为提出来的5.5G 这个都是一直在这个 站在这个等于说最前列 另外还有就是AI的发展 AI发展它是等于说是 等于下一个人类社会 最重要的一个工业革命 新一代工业革命 这你也可以看出来 美国在AI上面 对中国大陆封锁 为什么要做得这么彻底的原因 那即管是彻底 中国大陆AI事实上 还是往前面做 尤其它的这个应用的程式 尤其在汽车 还有这些互联网 这种应用的层面 做得非常非常的快 那还有就是说这个量子计算 量子的这些通讯这方面 那么中国大陆也是走在前面 所以你要比照一下 美国跟中国大陆的体制上来看的话 你也会明白 为什么中国大陆的这个高科技 能够这样平稳的发展 那美国为什么 过去这么强的科技 现在慢慢都会追上原因 你光看拜登跟川普两个人 吵架的方式就是了 一个国家的领袖天天在 想办法来抹黑他自己的竞争对手 进行内部人事斗争 占据他大部分的精力 他有什么精力来治国 所以我觉得这个 你如果说 为什么现在中国大陆赶这么快 还有你要看中美两国的未来的话 你会压哪一边 你当然是压中国大陆了 因为现在赖金的上台之后呢 对于台海的局势影响 他说是有限度的 那两岸的实力现在对比起来 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大陆有足够的实力来遏制台独 所以他说现在目前 两岸的关系应该是会继续延续不独 不独不武的情况 还有这一次大家也瞩目到了 四位中国大陆的军工政协的资格也被撤了 官方也追认这件事情 那这四位都是跟这个军工业的高层 也是可能是涉入火箭军 这个腐败相关的案子 那火箭军比较主要的角色就是因为 中国大陆这个火箭军 主要是指向美国的一个核弹头的一些导弹 所以呢 只要有任何这个中国大陆试图要 武统台湾的行动 应该都是由这个火箭军扮演 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 所以这样子的动作 大家也是会觉得 跟两岸的事情联想在一起 此外呢 今天也看到在微博上头 有非常多的关键字 都提到了周楚除三害 这是阮今天拍的一部电影 那现在在中国大陆的票房 获得非常好的成绩 破3.9亿 那由于他在试音会的时候 很多人看到又觉得说 哇怎么这么血腥 然后有一些删减的片段 但是呢 其实对于大陆来讲的话 这样子的片能够上映 很多大陆的网友讲说 就是他们热议说 竟然这样子的片尺度这么大 还是可以上映 很难得 那现在目前三天的票房 已经大概是9千万人民币 和台币大概3.9亿元 很多甚至大陆的网友们 还想说 要翻墙来看完整版 因为Netflix上面是比较完整 更写新的画面是都有在上头的 那官媒这个所谓的大陆的六公主 就是央视的CCTV6电影频道 他们也在节目上面给出了非常好的评价 就是说这个周楚除三害 亚苏共赏 所以他们在豆瓣上面的评分 也都不错 在这个微博的关键四上头 也都看到说六公主 评周楚除三害 还有讲说阮今天的一些演技 有非常多热门的词条都有上榜 还有大陆的网友讲说 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看 就是说 因为这种清理邪教组织的剧情 其实只是一个隐喻 那些信众就是 被台独势力 这个蛊惑的人 就像是这个邪教一般 所以就是大陆网友 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评价 就是说大陆这次的两会 事实上话 他的开七天半 就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 那个两会的那个规模 好像就是说会前的各种宣传 还有整个的造势 也不如之前的墙 那不过看起来就是说 政协的发言人 昨天这个 这前两天他接受这个访问的时候 看起来接受的问题 回答问题 看起来这次的整个的这个主轴 还是在中国大陆的经济 因为经济上的话 今年看是不是 因为他这个 人大他有一个国务院的工作报告 还有这个预算的这个审查 还有去年预算的结算 这些都是人大 他一年一度 他必须要完成他的这个工作使命 这里面可能会看一看 是不是大陆这个经济的成长力 会定到多少 百分之五呢 还是更高还是更低 不过一般来讲的话 大概可能今年还是定在百分之五 不过这些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哲学上的问题 就是说 稳中求进 这是过去可能李强 还有中国大陆政府 一直在用的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政策的 一个内涵的 一个表述 稳中求进 可是现在有人在评估说 好像现在的做法 意思是 是进中求稳 也就是说 进 可能比稳 可能更重要了 所以今年事实上很多人的看点 就是在经济政策 金融政策 财政政策上面 有什么比较大的改革开放的一个措施 那么尤其在金融上面 是不是有更大的这个开放 或对外开放 或对内开放的问题 那不过前一阵子 李强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统一 大市 大市场的统一 这个大市场统一 事实上也就是 我认为在中国大陆 过去几十年的 这个改革开放政策 让各个地方 用自己的方法 来加速自己的省 或者自治区的 这个经济发展的速度 那么形成省与省之间竞争之后 事实上 省与省 地方与地方之间 是不是存在贸易的壁垒 现在都可能存在 那可能就变成 同样一个中央的政策 到了省的执行力度之上 是不一样 为了吸引更大的投资 或怎么样 所以他现在要变成 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市场 也就是把内部的法规上 还有他的政策上 为了招商引之 或者为了怎么样 发展本地的企业 所造成的这种差距 要把它重新弥平 那么这个是一个蛮大的工程 那还有很多人就讲说 这个除了人事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变成怎么样 就是看看两岸的问题 会不会在这一次的政协 两会中间会有一些大的表达 一个就是说很多的猜测 一个就是说会不会有什么 修改所谓的反分裂法 反分裂法里面对于台独 是不是有直接的表述 因为现在反对台独 因为王毅事实上 前两个礼拜在欧洲讲 他说要坚决反对来 追究台独的什么 历史还有什么 法律责任 那法律的话 就问题就变成 中国大陆现在法律 有特别针对台独 有所琢磨吗 台独怎么定义 然后呢 针对台独的分裂行为的话 你法律上给予他 什么样的一个刑责 惩罚 所以这个部分就有人在猜 会不会在今年的这个人大里面 会有这个讨论 开启一个讨论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也有说 还要观察 就是说中国大陆重要领导人 会不会在这个会议期间 对两岸政策 有一些新的表述 那这个不一定是在李强的报告书 也有可能会是在哪里 会在他的领导人 在参与各个分组讨论的时候 去在会场中 对台湾问题做一个发言 我觉得这都值得我们观察 这样的一个套路 德国的防长提到 他说普京是运用录音来 暗中颠覆跟动摇我们 希望普京不会成功 不要中了这个俄罗斯的离间计 那俄方发布录音 只是一个讯息战 那可是反过来 现在美国当然对于德国 也有一点芥蒂 会不会是想要藉由这个录音 让德国跟俄罗斯的关系 变得更紧张 因为偏偏在这个时间点 现在俄乌战争两年了 英法原乌长城飞弹 但是德国是唱反调的 还有这个美国出兵 这个乌克兰的时间定了吗 连法国都打算要 协训部队的驻扎 可是好像德国却没有在 这个声援的这个队伍当中 所以现在看起来 德国会不会是被下了马威呢 我们来对比一下 这个之前普京也曾经 在国情资文的时候讲 如果北约直接派兵援助乌克兰的话 恐怕会引发核冲突 他就要视为你只要援助乌克兰 就是一种实质的宣战 像俄罗斯宣战 那如果这个录音抖出来 德国参与了炸毁克里米亚大桥 这样子的一个 有这样一个动机出现的话 会不会俄罗斯也视为 德国是在跟他宣战呢 所以这事情真的是非同小可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以巴战争 现在哈马斯讲说 如果以色列接受两个条件的话 加萨有望在就是24到48小时之内停火 可是以色列感觉上面 他们是说 哈马斯拒绝提供身还人职名单 所以不派代表赴开罗停火谈判 那连这个现在吉尔在演讲的时候 现在这样子抗议的声浪 不只是针对拜登 连吉尔也都遇到了 我们来听一听 所以面对到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抗议场面 其实很多人竟然是在鼓掌 也代表说 美国国内可能他们本身对于 拜登在以巴冲突 以巴战争当中的做法 是不以为然的居多 那现在美国他们就是用一种 空头粮食来援助加萨的方式 那结果加萨的人他们讲说 美国是对加萨犯罪的其中一部分 美国企图用这种援助 叫我们来沉默吗 所以援助人士就批评 就是说空头只是拍照做骚 就是说你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这是最糟糕的一种援助方式 甚至连卫报的专家都在讲 你空头援助恰恰是美国的软弱 和无能的表现 你为什么不赶快让这场战争停止 只会去空头一下 好像表达一下 我们也有一些援助动作啊 但是事实上美国是不愿意对抗以色列 实质上面的这个战争停止 美国却没有动作 我们先来问一下 介老师怎么看现在这个 这个 德国的录音事件还在持续的延烧 这个真的感觉有点像叠对叠 这个录音啊 被录音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然后又怎么会跑到俄罗斯的这个手里面 那俄罗斯为什么得到这个 他要把它公布 这都是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看侦探小说 这都是一些疑点啊 所以其实现在这个事实上 这个战争啊 让这些国与国之间的矛盾 还有这些敏感的部分啊 好像曝露的越来越多了 那德国事实上的话 在欧洲的大国里面 事实上对于这场战争啊 他是承受最大的负面因素的 德国的去年的经济是负面 所以事实上德国 不管是政治人物来讲 还有他的整个社会来讲 对这样俄乌战争啊 都不是乐观其成的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德国的态度在动摇的话 因为我们记得德国那时候 被这个乌克兰骂得很凶 就是说武器都不会援助 也不到位 那个时候德国乌克兰 驻德国的大使是公开叫骂德国 那我想乌克兰会有那个底气 后面应该也有国家坐他的后盾啊 那德国后来也都是慢慢配合 可是在这场战争里他都不太配合 所以这次其实这个说啊 他这个炸克里米亚 金流做这个飞战炸克里米亚 这件事情啊 我这一次听也蛮意外的 就是说德国会这样子的 在俄乌战争里面 扮演这样子的一个积极进取的角色 那我想就是说这件事情 德国基本上发生以后 德国事实上并没有怎么样 并没有否认 那么他就是说确实有这件事 然后要再调查这件事情啊 所以我觉得德国 这比较像德国人的做法 德国人的这个民族性就这样子 他可能他就会真正的 他不会在这边怎么讲呢 试图掩饰啦 试图掩饰 而且这种做法可能对于德国 在欧洲的社会里面 或者在国际社会里面被 过去被批评是一个 不是积极的配合者的 这个角色对德国 也有一些方面洗白的作用 所以都有各种的考量 但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 是谁有这个本领去录这个音的话 我身上是怀疑是 俄罗斯的KGB都没有这个本领 有这个本领的 就是从长期 因为你做盟邦的话 你比较好下手 那事实上的话 这个对于欧洲盟邦的 这个好这些领导人的窃听 美国事实上是被第三者 那是那个WikiLeak里面 都明白的讲出来 然后前两年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 美国透过丹麦的勤制单位 因为丹麦是欧洲海底隧道的 这个海底电缆的一个骑程 他在那边也设置了关卡 也在监听欧洲的这些 这些领袖 领袖人物 所以我觉得真的有这个动机 有这个好记录 然后有这个能力的话 真的要拆美国的话 也不是说无稽之谈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 美国扮演什么角色 俄罗斯战争什么 德国扮演什么角色 真的可以看出来 大国之间相互斗志 拆忌 那是常态 嗯 嗯 嗯